來翻個麵吧 這樣會曬得比較好喔 唉唷 來了耶 我還是快要把它收起來 免得淋濕就糟糕了 大家好 我是張爸爸 歡迎收看地球的孩子 小朋友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是關廟地區 最有名的關廟麵囉 不過當地的人們 他們一開始 把麵拿出來給太陽曬 只是希望能夠曬得乾燥一點 就可以保存得比較久 沒想到日照充足喔 曬出來的麵喔 又Q又好吃呢 就成了當地最有名的關廟麵囉 不過今天張爸爸跟大家介紹的 不是只有關廟麵喔 還有包含 下面這個竹籃呢 這個竹籃喔 也是當地啊非常有名的特產喔 但是啊 現在會變這種竹籃的人 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過啊 今天我們故事的主角喔 他們家還擁有這項決議呢 有時候寒暑假 然後同學的爸媽都會帶他們出去 然後都會到學校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有時候聽的就 因為我也不可以去啊 就只能羨慕別人 第一眼看到他就覺得這個孩子 比同儕多的意思 堅強和早熟 會讓人家有點 說不忍嘛 也有一點點啦 對 心疼比較多這樣子 那時候如果要來 唱一二十幾都 唱好二十幾都 先讓你看 好啊 如果不願意就好 他們自己的家庭做壞就好啦 呈現跟阿公跟阿公 阿嬤現在要去哪裡啊 到山上去看 那他這三個孫子 他們都會幫忙嗎 會 陳馨慧的爸爸媽媽 在他四歲的時候離婚了 兩個人都離家不知取向 阿公阿嬤性成三個孫子 沒有人照顧決定撫養他們 但是阿公因為喜慎 無法工作 群家人就靠著阿嬤 在農會大嫂的微薄收入 維持生活 媽的孫子 我們圍得救都救了 我們有三個孫子 我們就做得好一點錢 也不能幫忙 你弄雞頭行為 那些人去幫忙 他們都想說 人家的力量 把他們都給他們大 他們後來做得好 他知道當人就在美人 欣輝你們都會常常來幫忙嗎 之前會 之前會喔 之前會喔 就很要幫忙 通常啦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幫過哪些 都是搬竹子 搬竹子喔 所以你會砍嗎 不會 你不會砍喔 就幫他們搬 喔 好 為了貼捕家用 他們常常來到 親戚家的竹林 砍竹子 這裡啊 全是崎嶇的山路 尤其下雨過後 斜坡 又濕又滑 很不好走 現在三兄弟的 課業越來越重 多數時候啊 只有阿公阿嬤 自己來砍竹子 是要很有力氣啊 對 所以他們都沒辦法喔 他們都沒辦法 有什麼 沒辦法打一份呢 他們還沒膠 那在開那邊 老大也不行嗎 他們也不摘得 有色不 有 因為他們不會分辨喔 對 那要怎麼分辨呢 這就要有色 讓他做一個 要三種以上 這草草有時候 頭上會撿 我會撿 我會撿 那你從什麼時候 就陪阿嬤來 小 大概 大概幾個時候 國中的時候 他有國小 他有夠的 國小的那種就不夠的 那竟然都煮好 他 跟你招三天就對了 是 對 阿嬤 要那個邊邊那個要順便砍掉喔 對 為什麼 因為 所以喔 我會撿起來 就那邊也不會骨折 那所以需要坎坑兩斜嗎 不必 上去那裡 採用技術 是一段一段 先會的阿公阿嬤 是台南觀廟 少數還會手邊竹籃的老技師 過去觀廟的竹籃 是全國重要的產地之一 甚至還會銷到國外去呢 但是現代的塑膠製品 取代了手工 這項竹邊的記憶 快要消失了 這陣子如果來 撿一二十幾都 撿好二十幾都 先去看 前面凍掉 好啊 往上拉 你往上拉 差一點 我卡著 新衛一個人拿得到嗎 可以 這麼長的竹子 需要鋸成好幾段 每段會依照 編織的竹籃大小 還切割竹子的長度 老公 我們這樣一隻竹子 可以做幾個籃子 這個 看大小隻 那這隻呢 這隻來做差不多 兩腳有 剛才你們有看到 這竹子就是出來的竹子 尤其今天天氣涼涼 你們如果夏天 流汗啦 蟲子痛啦 日頭又拍了 到這裡的 我們的情形最老的 都繼續疲勞 繼續疲勞 新衛一個網易來 對你們來 走回 唯一的 到頭開始 我們的路人家 怎麼划舊 划舊 這樣 我們就減在那段時間 我們出的 剛才他把我們出的 就差很多了 所以有這個孫子不錯喔 有啊 我也覺得很高興 這個菜是我們種的 這你們種的菜也滿多的耶 那那個魚 還過了那兩十隻蝶蝶 阿公沒有去世上的時候 我們就要吃 像這樣 黑白 黑白吃 對啦 黑白吃 吃白吃 沒有料的 今天要幫忙做什麼 抓蟲 抓蟲喔 剛才抓很多蟲 你剛剛已經抓蟲了 他剛剛抓完了 你敢用手這樣去抓喔 你不會怕 不會 那我們再找找看好了 你怎麼那麼快就抓完了 全部耶 這三排 好吧 那你就再找找看 那我們再找找看好了好不好 我們再找找看 看有沒有漏網吃蟲 好 阿嬤的菜園就在竹林的旁邊 他靠著種菜養大了三個孫子 所以欣輝啊 從國小開始 就常來菜園幫忙 他不但不怕蟲喔 他人對他們很有興趣呢 欸 又抓到了喔 這種年輕的不碰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會幫忙 阿嬤來菜園抓這個菜蟲嗎 之前就來這邊然後 看 就有興趣 你對菜園的工作有興趣喔 沒有 就好玩啊 然後就抓 是怎樣的好玩 你是覺得抓蟲有怎麼樣的樂趣嗎 就很小隻很好玩 你覺得牠們很可愛嗎 對 所以你看 你剛開始看到蟲你都不會怕 不會 阿嬤會不會早上去弄火啊 然後像暑假 然後回來之後就很累 然後如果早上起來在家 就會幫忙曬衣服 然後你沒有洗就幫忙洗 所以這些都不是阿公阿嬤叫你做的 都是你自己主動去做的 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要做這些事呢 你是看到誰在做 所以你 因為從小就 就這樣 然後就習慣 你從小就這樣 你是說從小就 就習慣看到就會幫忙做 你居然覺得牠們很可愛 你說牠們什麼 比較大隻的比較可愛 不過太大隻會很噁心 所以這幾隻算是可愛的嗎 最大隻這一隻比較可愛 哪一隻 就這一隻 你覺得牠最可愛 對 軟軟的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處置牠們 丟到那邊 放生嗎 或是丟到水果都可以 丟到水果不會死掉 會嗎 牠們爬很慢 爬的話應該也餓死 好啊 那你去把它丟到水果裡面 你抓了幾隻啊 剛剛比較多 剛剛整隻熟 唉唷 因為今年已經升上官廟國中三年級了 他很捨不得 曾經經為中風的阿嬤 為了照顧他們三兄弟長大 每天不斷地努力工作 因此啊 只要有空 他都會主動幫忙阿嬤做任何的事情 做小孩就會了 頭小的就會了 以前 有六花這個 我們英國做小孩 算是比較有頭 沒有像現在的小孩 比較軟 大家都要做這個小孩 可以生完 對嗎 以前做的地魚 魚行在發魚的魚人 哦 對 現在沒有人要學 沒有人要做啦 做這個不好 做不一樣錢啦 這是 公園的 時間外 老人的工減的 多少做 多少年補一個 就算說 買菜的樣子 阿公因為洗腎 比較沒有力氣 就有阿嬤剖開竹子 再切成一條一條的 接下來啊 阿公就要開始編織囉 這個部分是要去做什麼 這個喔 這個想要做它的地 這個地 好 就這樣 地完成了 這樣就要一個 阿嬤通常這個時候 孫子他們可以幫什麼忙嗎 他們只是為這個 最後 喔 是最後的工作 對 那家裡是弄淨貼心齁 對啊 是 還好啦 阿嬤你會煩惱他們嗎 會啊 你的環島是啥 環島是啥 好大人喔 出小回 不知道乖乖乖 不知道 那你這樣很乖 這很乖 沒有代表乖 小時候胖就是胖 這只有形狂 阿公阿嬤雖然重視三個孫子的成績 卻更重視他們的品格 因為阿嬤說啊 年輕的時候 他阿公為了拼命賺錢 忽略了孩子的人品教育 過去的錯誤和失敗 讓他們感慨兩多 所以希望啊 這群的孫子 能夠培養好的人品 鎮鎮當當的做人 我希望說 以後他們能夠 整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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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生加力 我就很麻煩了 都好啊 你擦 這個軟 阿嬤有差兩百條 很麻煩 因為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啊 因為阿嬤有時候 做整個手會痛 所以我就幫忙 有時候弄這個 會被那個 很小的那個刺刺到 然後會卡在手 那你覺得阿公很兇嗎 不會 阿公阿嬤誰比較兇 阿嬤 所以你怕阿嬤不怕阿公 兩個都會 兩個都怕喔 嗯 那誰比較疼你 兩個都很疼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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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帶著補助品 來到新徽家 這些年來 幸好有家父幫忙 補助三個孫子的學費 稍微減輕了阿嬤的經濟壓力 其實我覺得最感動的是在於 阿公阿嬤在扶養三個孩子的 那心路歷程當然辛苦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堅持 和不放棄 讓我覺得真的是很感動也很敬佩 耶 爺 新鮮 金鮮 馬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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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竹子是從哪裡來的啊 就是從邊竹子 然後邊玩剩下的 所以就是打回收再利用的嗎 對 這樣刷要刷多久啊 大概40分鐘 20分鐘吧 那你就要全程在這邊顧喔 對 那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嗎 就是火會洗 顧好的話可以 熄滅 這個不要讓火熄滅有什麼樣的訣竅嗎 就一直把竹子弄進去 那為什麼不要用那個瓦石呢 這個比較神殿 那要揮揮給你動彈 那要揮揮給你動彈 對 好 真的希望熄滅可以學會編主欄 這樣這項記憶就可以傳承下去囉 不過對熄滅好的不是只有阿公阿嬤而已 還有他們的班導師 其實班導師啊 他的小時候過得非常的貧苦 因此他真的很知道熄滅的辛苦 所以他現在喔 如果帶自己的孩子出去玩的時候 還會帶著熄滅跟他的二哥一起去呢 他們還有去看過巧克力特展喔 不過老師會這樣做的原因啊 是希望他的孩子啊 能夠跟熄滅多多相處 學會熄滅啊 這個大部分都給他熄滅多 人熄滅就沒有多少啦 那為什麼要熄滅啊 熄滅回收啊 比較環保啦 還幾乎三天 買早餐 早餐會 早餐 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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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努力工作 只希望能夠增加一點收入 讓全家人的生活過得更好 不過阿嬤啊 很重視孫子的才藝呢 就算再辛苦 要讓三個孫子學音樂 其他第二大外孫子 怕哪兒走 截車安全 封追救酒廣熱班 負責催奏法國號 管樂的練習屬於額外的費用 行會的班導師 知道他們家的家庭狀況之後 主動幫忙支付團戀的費用 我感谢老天爷的安排 让我结缘了新辉他们这一家人 然后应该是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我自己也认为说钱够用就好了 那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付出和奉献 然后也因为做了这些事情让我更欢喜自在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他都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欣慧和同学邀请阿嬷和老师一起欣赏室内童馆五重奏的演出 在欣慧的心里他有一个伟大的爸爸 以及两个伟大的妈妈 因为老师他很有爱情 然后都一直帮助我 然后我就想跟他说 我都把他当成一个妈妈 然后我都只是不敢说 我会把阿公妈妈当成父母亲 然后跟那个父亲姐跟母亲姐都会写卡片给他们 都写很谢谢他们照顾我 从小就照顾我 看来欣慧跟阿公阿嬷生活在一起还争取了不少东西呢 比如说烧水节省瓦斯还有如何节省等等 我咱们爸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其实每天早上阿嬷都会给欣慧50块钱当早餐钱 他都会从里面节省10块钱存起来 因为他希望自己存到高中的时候能够自己出部分的钱 不要一直跟阿嬷伸手要钱 而且接受老师的帮助喔 让他很感动喔 他希望自己长大 有一天喔 能够帮助别人 做一个手心向下付出的人呢 又打雷了 哎哟小朋友 我还是啊 趕快把这个官方面收起来 不然淋湿了 可就糟糕了呢 拜拜 下次见囉 走了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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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